您好 欢迎收看9月1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潘哲宇 带您来看到深受民众喜爱的 县福南岛奖座苏布塔第七场次 是在南岛跨越海洋南岛饮食的相遇 在美伦山野菜学校奔利 连结不平凡的南岛世界 深入了解老祖先们与大自然互动的智慧 花莲县政府严重名刑案处在 原住民族野菜学校办理南岛系列奖座 可以说是深获民众喜爱的 县福南岛奖座苏布塔第七场次 县福严重名刑事处副署长曲才表示 原先助理研究员来到这里分享 在当代受到人们最关注的 在地球资源越来越贫乏的今日 世人教过去更加注意如何取得食物来源的议题 花莲县政府长期在推动南岛文化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一次要让来到这边的游客 可以一次享受到南岛文化音乐 以及我们慢史事迹的不同体验 实在南岛系列跨越南岛影视的相遇 珠江泽国列史前文化博物馆 领域间助理研究员以史的议题出发 带领现场参加慢食乐的观众一起认识 台湾原住民族以南岛民族的史的文化 这个对于阿美族来讲不陌生 我们到了黄昏市场呢 就是会看到这些瓶瓶罐罐啊 什么喜闹啊等等啊 可是在那边呢 他们大家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小型的罗贝类 然后呢就会变成这样子的瓶瓶罐罐 在市区里头的这种小店里头就会卖啊 可是基本上这种深陷东西都是比较少 为什么比较少 就是我后面会提到 可是呢 当我坐船到了外面的小岛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这些让大家非常舒服的 就是你可以非常的想要亲近它的自然环境 包括这个用椰子的叶子 然后铺的这些小虾 然后也包括这边你看这么多的这个龙虾 这都是我到了坐船到外岛的时候 才吃得到的东西 华林县政府原住民权处副处长徐才表示 这场讲座不仅丰富的民众文化知识 也为县府未来南岛文化市政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鼓励更多的民众关注支持原住民族 以及南岛民族的文化连结及发展 期盼为了能够突破更多的文化活动以及讲座 持续推广南岛文化 促进其他南岛民族的深厚情谊 进一步巩固台湾与世界南岛民族的历史 以及文化连结 记得交易华舍党